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爱情柳琴分钟课堂 我是申依然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右手技法的练习 我们右手的技法呢 主要分为三个练习模式 第一个是节奏型的练习 第二呢 是速度极进的练习 那么第三就是我们长轮的练习 我们先说节奏型的练习 节奏型的练习总分为三种节奏型 第一组是两个二八加一个四十六 再加一个二八 那除了我们弹条之外 我们可以将过弦也运用进去 这是我们第一组的练习 节奏型练习 第二组是四十六加二八 我们练习的练习 然后再加一个练习 同样我们可以将过弦加进去 那么第三组呢 就是我们46无限的反复 我们46无限的反复 在我们练习弹条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我们弹条的颗粒性 包括我们的动作 一定要是干脆利索的 食指和拨指捏拨片 不可以过于放松 这样的音色听起来是 轻飘飘的 不够有颗粒感 所以我们一定要 拨片拿的时候 要给它一定的力度 手腕要控制动作 要听到每一个音都像豆子绷在地板上一样 是有颗粒性的 一定不可以让它连成一片 那么我们节奏型的练习 其实就是有效的帮助我们提速 那到了接下来就是我们速度的极尽练习 首先我们可以从80的速度练起 不管是任何的速度 我们都可以将过弦运用进去 分开来练习 80速度之后 我们需要练100的速度 接下来是120的速度 这个速度的极尽练习 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程度不同 将它速度可以往上调 往下调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这个慢中快的速度中 一定都要注意我们这个音色的颗粒性 就算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的音色依旧是需要有颗粒感 不可以让它弹成一片的 我们需要连贯的时候呢 只有在轮的时候 需要让它的音色连贯 只要我们还是弹条 不管是速度有多快 拨片一定要是要让它捏紧的 手腕呢也是要给它一定的控制 就算再快的速度 只要它还是弹条 我们就是都需要做到颗粒性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长轮的练习 长轮的练习需要轮到每个人的最快速度 我们这里呢可以通过一些乐曲的片段 来帮助我们完成长轮的练习 那就比如说剑气的影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藍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通过一些乐曲的片段 通过左手来辅助我们右手长轮的练习 那不管是我们这个右手技巧的每一项练习当中 我们都是需要达到一定时间限制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节奏性练习 每一组呢最好是我们需要练到五分钟以上的时间才算有效 那就再比如说我们长轮的练习 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是十分钟以上的长轮 并且保证是自己的最快速度一直保持下去 并且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停 一旦停了的话 我们其实所有的功夫都是白费的 就算我们的练习已经非常刻苦 或者是手位已经有种酸痛的感觉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来 把这个功夫练上去之后 我们的这个耐力才可以随着我们的量变而产生质的变化 以上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看完有所收获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